现在我们都知道 AI的世界铺天盖地而来 谁掌握AI的技术 谁就是外来的霸主 这也是中美之间 现在美国绝对不放给中国 不放过中国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技术 可是我没有想到 有一个国家居然窜起来 这个国家居然是新加坡 现在很多的国家说 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科技中心 它已经不是一个转运站 它已经不是石化中心 它现在说它要变成娱乐中心 还要变成科技中心 而科技中心有多可怕 它说现在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 这个只有五六百万人的国家 它的AI 它的科技 已经进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了 对 宝洁哥 所以新加坡现在的野望非常清楚 它喊出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城市 但讲白了就是智慧国家 什么意思 它整个国家 你有这么厉害吗 对 来 我跟各位细数 整国家的整体层面 大家过去想说 AI 总是在科技方面 它现在要把它融入在 语言教学 也就是外文领域 从医疗 交通 整个生活方方面面 你眼睛看得到的 通通全部都纳入AI 不是厉害吗 对 我就举一个最夸张的例子 好不好 各位 新加坡只有545万人口 已经算是小国 对不对 他们的数目总共有几颗 有六百万颗 六百万颗 对 它有几颗数你都知道 对 比人还多 在了55万 但最了解不及的是 台湾几颗数目你知道吗 你当然不知道啊 但为什么新加坡知道 因为每一个数目通通都有AI的管理 而且呢 还有AI 包括所谓的LIDAR 它的生长状况 它的健康 以及它的整个外界 是不是未来会有灾害发生 对啊 新加坡每一棵树都有档案 新加坡每一棵树 都有专门的LIDAR 有专门的科技 去伺候着 对 他们把这个所规划出来的蓝图 叫做点云图 什么意思 我今天坐在办公室 我舒舒服服 轻轻松松打开电脑 我就会看到 全国 全国在江湿号的数目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 有时候会有五后雷剩雨 有时候会有强风 有时候会天气太热 有时候会有虫害 它通通都用相关的东西 以及AI 还有物联网 还有相关的接收器 把它管理了一清二楚 为了避免什么 避免就是让这些数目 可以长得健健康康的 不会有任何灾发生 所以你更难想象的是 如果对树木的照顾 都如此无微不至 更何况是人 更何况是交通 更何况是 你知道我跑过六年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你知道吗 在所有灾难的时候 什么东西最可怕 路数最可怕 就现在新加坡已经做到说 每一颗路数 你到底稳不稳定 你现在如果碰到墙台的时候 你到底会不会请到 他们现在已经 透过这样的监测系统 就算他碰到飓风 就算他碰到这个 非常严酷的环境的话 他树倒的状况 是大幅改善了 对所以宝贵 像我们过去 跑台风新闻最困扰的 就是说 我好像要打电话 到栽房中心说 哪里路数倒塌 我们要特别去拍 新加坡不用 他通通都知道 哪个树倒都知道 哪个树倒 瞬间第一时间 在办公室就知道 而且最为特别是什么 过去他们还有计算过 以前一年路数倒塌 可能会有三千颗路数 他们到今年为止 透过这个AI系统 减少到只剩五百颗 那很厉害耶 只剩下六分之一 光是知道路数怎么倒塌 还不稀奇 重点是他们还真的有办法 预防路数倒塌 所以你刚刚讲 现在这个数已经很夸张了 你刚刚讲 我今天经过了捷运载 我今天经过了 等于说我今天要到七大坡 或是我在任何地方 我全部都 都有这种科技在我的旁边 对所以宝贵哥 这就是智慧陈述的蓝图之一 来我先讲到一个大家最为熟悉的 什么意思 我们进出海关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排长长人龙 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包括先前也曾经发生过许多的事件 但现在新加坡 就是注意到这个点 他为了要让外国人感到很友善 为了让所谓的科技也好 人才也好 愿意来到新加坡 他在他的海关 也全面设置AI辨识 未来什么海关人员都不用了 不用海关人员了 他会检测你的红膜 检测你的指纹 甚至检测你的相关资料 办理非常迅速 而且他会有一个重点 各位不要以为说 他这样只是变宽松 反而是变严格了 什么意思 重点加强 把所有的人力物力 放在重要的资源上 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案例 或是特别可疑的罪下 还可以用人力 多花点时间加强查气 等于是说轻重缓急之分 他分得清清楚楚 而且AI作为人类 辅助的一个重要工具 所以我没有问题 我就过去了 可是我发现你不对 有任何不对劲 人又过来了 对没有错 因为大家现在最怕是什么 混云摸水 什么意思 就发生说一群人 如果人多的状况之下 海关他是属于人 所以他会疲乏 但是AI不会疲乏 AI他就是只凭科学的数据 来去监测你的一个状况 所以未来新加坡 不只是要欢迎人 更会在海关边境 严防的查记上来讲 更上一层 好那我们刚才讲的 新加坡一直以香港为敌 刚才讲的 香港过去是世界的金融制度 现在新加坡也有个野望 居然要想把香港的金融制度给抢过去 对宝哥不是要抢过去 是已经抢过去了 已经抢过去了 对来我们先讲一个大摩 大家这个最熟悉的吧 因为大摩今天业绩非常好 他在新加坡原本有个旧总部 他今年不用了 20236月说我们要新总部 这个人数成长吓死我了 在1999年的时候原本他多少人 46人而已 就今年他说我们设计总部 要多少人 1000人 而且占地是9000平方公尺 还选在最精华的地方 叫做商业中心的商业中心 而且不只是大摩扩边 包括我们这边讲到的 大家熟悉什么 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一样啊 恐怖设在那边 结果多少人 4000人 而且占地更大 占地是1万1.3万的平方公尺 所以我再补充一个 包括对冲金大家总知道吧 Hedge Fund这个桥水公司 他们一样啊 把总部通在这边 为什么要这样 桥水也去了 桥水也去了 达利欧也去了 就连我最后补充一个 就连大陆最红的线上游戏公司 创办原神的米哈游 连总部全部通都涉在新加坡 你就知道不是开玩笑的 科技啊 金融也好 统统要当龙头 好董事长 高云权是你台北公司的同学 他本来在中国也是做低润的 他被认为是中国的低润之父 他居然跑回台湾 跑回台湾 他居然说他要做特殊气体了 他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 这家公司造机最近在挂牌 当时在释出的时候 价钱大概50块 现在大概190 180了 等一下 50块现在变190 180了 对 现在大概是这种情形 所以因为这个 你刚刚讲全部都要涨 不是只有气体涨 因为它这个是 就是所谓的 backup supply chain的所有产品 这些东西 其实刚刚已经提到 什么玩意都涨 没掉都涨 那等于说台湾麻雀 所以讲武藏就学台湾 半导体所有的东西 你刚刚讲的 我在制作晶片的过程 包括这些化学材料 现在连气体我都有了 是 但是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刚刚听到 更令人动容的 不是在这个 我们现在台湾是 全世界的 所谓的高阶半导体的 90%以上的生产 在台湾 对不对 我们非常得意 我们控制台湾市场 搞得变成第一座护国神山 这个确定了 对不对 你看苏之锋也跑来了 对 黄仁轩也来了 黄仁轩也来了 就衬托出 确定了我们的重要性 所以台湾如果说 学会新加坡的方式 因为我们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 全部在 全部的AI的其中 生产在台湾 我们随便一开发出来 就是世界第一 那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只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未来的下一代 不是我们 下一代像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就有很有希望 在世界上独占凹头 好 另外就是 现在在中国 关于秦刚跑到哪里去了 秦刚怎么了 居然变成了一个 热搜的一个话题 这个非常不寻常 没错 第一个就是 外交部两个发言人 接连着被问到 居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代表 上面还没有给他们任何答案 没有答案 他们当然不知道 这该怎么想 还有 现在在中国的热搜 都在问秦刚 居然没人管 是 他完全处一种 失控的状态 而且目前不只是中国内部 全世界大家都在问 你看这都是全部外媒的报道 你看 中国外交部无可奉告 那导致 这个船也满天飞 那秦刚的这个谜题 习政权的这个尴尬于黑暗 对 然后中国外交部长的神秘缺席 加剧外界对黑箱文化的担忧 你看 这都是外媒的报道 外媒的报道 为什么 因为宝杰从6月25号到现在为止 他真的不见了 而且你知道 这几天的时候 王毅准备要去这个非洲 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又是王毅去 你明明是秦刚出来 最好时间也没有出来 好那你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 刚才宝杰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假设是秦刚真的是 这个很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照理说过去一段时间 都会近年 网路上可能都不能够讲这些话 可能问题是宝杰你知道吗 事实上你现在在网路上 你还是可以查到秦刚 还是可以查很多 就是你只要查秦刚之后 还会出现很多消息 照理说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些都会被屏蔽掉 但你还是照样查 现在中国网友也是 他们就拼命在查秦刚 秦刚很多内容 他们在查秦刚到底怎么样 他们也很想知道 以前薄熙来出事情 郭伯雄出事情 包括了周永康出事情 只要你一出事情 只要你一失踪 你所有的讯息完全被屏蔽 你连打都不行打 就现在秦刚 你已经失踪这么久了 没有一个答案 还有你现在要查 他的所有的讯息 都没有被禁止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 目前为止 习近平可以说是 所有的言论体系 他都可以一把抓 那他没有禁这个 难道他是在 看看外面的风向 到底怎么样 我要来怎么样 来处理秦刚这件事情吗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宝杰这样 这个已经搞到什么 搞到你看 外交部就说 你这个现在秦刚 是中国的外交部长吗 毛领就说 建议你去查阅 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这个太夸张吧 你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对 别人问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秦刚是还是 中国外交部长吗 对 请你查阅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他连讲都不敢讲 对啊 之前呢 这个时候 汪斌被问到的时候 他当场愣了16秒钟 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连美国都说 美国就说 这个我们之前 这个布林肯 有跟这个王毅见过面 那布林肯还当面 误一问说 我希望秦刚能够身体好 但是王毅也没有说什么话 布林肯见到中国 也只跟王毅见到面 没有跟这个秦刚见到面 对 没错 还带问秦刚 但是王毅也没有说什么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为止 他们只能说表达 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这个祝福 所以连王毅也没有跟布林肯讲什么 所以布林肯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好 但是你看 搞到什么 连着胡锡进他都出来讲话 胡锡进都讲话 他说胡锡进 他说有件事大家很关心 又不能在舆论上讨论 这样的情况应该尽量减少 还是会有一些事情 在一般时间里面很敏感 或是有密集的话 不好公开论议 但是可以理解 但这样的情况持续要尽量短 总之保持失况的这个环境 还有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有需要取得平衡 所以他讲了 他就会讲秦刚吧 当然讲秦刚 他没有点名秦刚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讲秦刚 就是说这个赶快处理 因为已经搞到大家都人心红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完全不知道 好不好 那为什么会不知道 因为过去 齐静明现在真的陷入非常大 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好 天哪 过去你看 真的 假设你真的烂权 收贿不正当 男女关系 政敌 他马上就处理了 薄熙来很快处理 徐才厚 另计划 陈良宇 还有这个郭博 他都很快就把你快刀斩乱 唯独这次秦刚没有 为什么秦刚没有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秦刚是他亲手把手 而且你知道 因为这一次 习近平还要一把抓 所以你知道习近平一把抓的时候 你知道他这一次的中央委员 所有名单要这个上演的时候 央视还特别报导了一个 叫做习近平怎么挑这些委员 他怎么挑 他就说我亲 他亲自一个一个面试 然后全面的这个所谓海选 他讲的 因为他怕说被人家说 用你自己的人嘛 所以他就说 我就是亲自一个一个面试 然后把他们的所有状态 都摸得非常清楚之后 他们的专业程度 中心的程度 什么都弄了 他央视还有特别这样报导 那报导问题是 好那你报导这样子 结果现在秦刚出问题了 那你怎么处理 如果你处理到秦刚 那是表示你当初是怎么看 你这个英勇这个英明的领导 那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执政的这些团队 会被他质疑嘛 你连秦刚都看走眼 那其他人你怎么怎么挑 最后来说现在习近平陷入麻烦 非常尴尬 是在这样 因为他是他亲自选的 无论是他的事情 限制到什么程度 他处理他 他就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所以现在我觉得 秦刚应该很确定 就是他应该是触犯到了 习近平一些重要的问题 但是习近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而且你想说 自己牵得到中国的深层内斗 好抱歉 事实上当然很多人就说 这里面牵得到非常多的 这个内斗的这个状况 包括说像王毅跟这个秦刚 两个就不对盘 两个在互相斗 然后这个所谓美国派 还有这个所谓俄罗斯派 两个在互相的斗争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重点 因为这些 这个习近平都压得住 我觉得现在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就是要怎么让他的面子好看 到底怎么处理秦刚 这件事情 变成他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所以董事长 现在是中国的内斗太厉害了 斗到连习近平都不知道怎么收拾 习近平不是不知道怎么收拾 是刚刚我觉得 事总讲的有点尴尬 但是你要看这个事情 非常有意思 到今天为止 这个新闻也没有被管制 没有 到今天没有管制 没管制 网上乱传一通 但是他全世界传 在网络 一般你看到以前 前面那个张高丽 全部封闭 40分钟就把你封掉了 对 他现在封了没有 当时彭帅贴文章 一下就被拿掉了 40分钟我算过 就把他封掉了 为什么现在不封 他不封的啊 这样子跑 子弹乱飞耶 为什么 所以你就说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嘛 他让子弹乱飞 但这个事情搞到现在为止已经全世界哗然 已经美国在关切啊 你在搞布林肯 布林肯 布林肯在关键 你这个到底你这个 中国外交部长 对啊 你是我对口的人不见了嘛 那我过去跟你讲了私下有些话 那这怎么办呢 大家变成全部变成叉蜡烛叉 叉叉二百五的嘛 所以这个问题是麻烦在这里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事件你看看今天 他的背景都跑出来了 他是跟正苗红 他真的跟正苗红 他的故障是李肇新耶 李肇新 李肇新是有名的中国外交的材质 诗人部长耶 然后他的姐姐是那个什么 是这个 是香港电视的 香港电视的这个采访部的 采访部的这个主管 对 他的姐姐最有名的一次表演 就是李肇新在以前担任这个 所谓两会发言人的时候 李肇新口才非常好 然后文采非常好 就他姐姐去问他话 他就 因为他共产是逃掉嘛 结果他是他的 他是他的孤障啊 他那个香港 他在香港公司上班 他去抓他 抓他 抓他 抓李造型 他在衣服 他全世界都看到 怎么看到这个记者 这么嚣张感觉 抓他 他是故障 他故障 不然你敢信 所以他们家是 非常有背景的家族 是真的有背景 他不是普通 他是外交世家嘛 所以习近平用人 有一个 有一个诀窍 那自己人 那自己人的话 怎么搞两个小三什么关系 那个没屁事 我认为 他现在这个事情在拖 拖到 等于说你这个事情呢 当你把它清干净以后 那清干会不会用 我认为恢复原池的机会 非常大